由于疫情原因, 这个中秋节我没能回家, 就在这个中秋之夜, 我独自一人待在出租屋里完全没有困意, 就不停的玩着手机, 一直到凌晨两点, 我还没睡着, 正当我百感焦急之时, 忽然门被消响了, 顿时我就感到害怕起来, 这大半夜的会是谁啊? 胆战心惊的我竟悄悄的向门口走去, 透过猫眼看见, 门外站着一个衣衫褂褛的中年男, 看起来长相有几分凶狠, 忽然他说道, 抱歉啊, 我是住您隔壁的邻居, 我家要是丢了, 想通过你家窗户翻到我家去, 本来不想打扰您的, 但这大半夜的实在没去处, 还得麻烦您开下门帮帮忙。 听到这人的话, 我顿时感到很纳闷, 我家可是住在24层, 更何况这栋楼是新楼, 我是第一户住到这24层的, 其他房间都没人住, 此时我深刻意识到, 绝不能给他开门, 就这样他站在门外, 死死盯着猫眼, 好像在与我对视一般, 那眼神充满了杀气, 这大半夜的我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, 就赶忙离开了门边, 回到了床上, 之后那人又敲了两架门, 就再也没了动静, 我悄悄走过去看了下, 只见他已经离开, 我害怕的心终于放了下来, 之后我回床上一会儿就睡了过去, 等第二天, 睡梦中的我忽然被突如其来的警察叫醒, 并告诉我, 部队踪了哪先个牧派的我已经一个状 selber浪太长了, 我以同见你太对我现在仏态WAY就冲起来, 在区请封梦表示, 背atkow视置的那种路, 我们说可以给自己一条线, 就比同那面这一条条装! 就可以帮 peace回来,